我们经常在讲一个官僚体制 有一个积极作为 还有一种叫积极不作为 还有一种叫敷衍 还有一种叫积极敷衍 积极敷衍其实是目前 不管是什么社会制度之下的行政官僚体制 有一个基本特色 积极敷衍 你刚才已经提到了 接触这两个字去意识到 第一 他们现有的都在边朝莫及 他既没有办法管制到你 但又不知道怎么办 他也知道什么是基本人权 他不能管 这一点就比中国大陆的官员要先进一点 他知道懂得基本人权是什么 前两次的跟你的对话 其实有三个关键词 第一个关键词解放思想 第二个关键词增量改革 第三个关键是板结化 板结化是针对既得利益的纠合 香港的一国两制已经进入了所谓的2.0版 也就是50年不变的一个概 十天的概念中 他已经走完了一半 一半以上 一国两制的基本的要求 基本的要求是香港要维持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不变 50年不变 这50年不变当然有很多的变化了 这主要是一种承论 香港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制度 价值观意识形态 和他的这种生活方式 不需要因为你的回归组件的认定 甚至可以不需要因为2019年有个港本国安法 然后就可以发生新的变化 但是我们也意识到这段一段时间 整个政治思维 官员的思维 这种内地化的倾向很快 也很明显 但是事实上来讲 又出现了一种滞后的施政现象 就刚才你谈到了 香港存不存在板结化的问题 事实上是存在的 香港存在这个破除这个板结化 是不是需要思想解放 当然是需要 思想解放不是你放弃原来的社会制度运行的规律 而崇尚蒋岡山 而是必须面对一个新的世界形式 要以时俱进的考虑 要有大胆 不能说大破大力 但至少要有改革的意思 什么改革 你那天上次讲 讲到了中国大陆改革开放的经验 增量改革 让改革的受贿者的面积要多一点 大一点宽一点 以前对香港回归之后的20多年的最大批评的 权贵资本 政商勾结 利益的纠葛 导致了很多失政的制 停止不前 但这里有很多的批评 很多批评不一定是掌握到那个尺寸 我想今天就围绕这三个关键词 对香港政府官员上一堂课 我觉得你刚刚在这前面 你用了一个概念 叫官僚的积极的敷衍 对 这个香港主要表现为积极的敷衍 积极的敷衍 这点出来了 很认真很忙 很重视 轰轰烈烈开会研究 但是得了结论还是原来的原地踏步 为什么一定会积极的敷衍 因为积极的敷衍 才证明在工作 才可以花钱 才有高薪收入 一般来讲敷衍 那是一种 有非常强的中央集权 或者是个人集权 加上了罪责 罪责 我当时敷衍 大陆有话叫不做不错 实际上在追则下 你不做叫不做我也有错 但是我说敷衍的做 对 对 就叫不做敷衍不错 不做敷衍不错 真的按照做了 就可能有错 对 这个多做 多错 多错 这是有一种 不管是一种什么形式的一个集权下面的 有追则的存在 OK 不做不错 多做多错 对 少做少错 对 然后才有敷衍这个概念的产生 对 那么跟积极敷衍有什么不差别 积极的敷衍缺乏追则 对 缺乏追则 他一定是积极的敷衍 那就是流程程序 要表现积极 表现积极 但本质是敷衍 实际上是敷衍 不对社会负责 不对后果负责 我举句了 你比如说像个证监会 他说了我这次的这个咨询 得到普遍大家的支持 证据 没有数据证明 这就是敷衍的说法 第二 因为你们这些 用传统思维 传统组织框架 传统的行为方式 一种监管 如果导致香港 事与愿违 就原本香港从中央 到港府的首长 从香港人的这种需要 就香港要享有活路 必须要转向虚拟资产交易中心 虚拟经济 如果是愿违 毁掉了 或者是阻碍了这个转型 你负责任吗 这种事后追责 制度香港有吗 香港 应该到目前没有事后 公务员的管理好像也没有 没有事后追责 有事前纠错吗 也没有 没有纠错机制 没有追责机制 那就是一个公务员 那叫积极副业 那就是流程 流程式的作业 我该做的做完了 下班 然后免工资 他不对社会负责 因为你要是靠自觉性 是不可能的 对吧 所以这一点为什么呢 我说得很坦率 在这方面 他该不如 君主专制 应该在2008年 15年前 当时我提出了 这么样一个三个概念 我叫君主 民主 党主 对 在我那个节目里 你又重复了这个概念 君主 民主 党主 君主 是有直接的 所有者 责任人 你也想观察 这皇帝老二 这些君主 天下都是他的 他的天下 他的这个国 搞得不好 外族轻易把它灭掉了 或者人家搞得名不了 把它推翻掉了 他真的是所有者 都要揽上身 对对不对 应该来讲 除了被定义为 这个 这个 昏君 一般来讲 这个君主都是很勤政的 君主很辛苦的 对对 中国历史上的君主 哪个辛苦 哇 早朝多早啊 对 每天要 四点多就要起 每天要听多少 这个报告 批多少 周折啊 这个雍正皇帝 这是典型的案例 而且那小时候 就要开始接受 这个治国礼政的训练 对对对 他们那也没有写 什么治国礼政 对 你说的对 而且清王朝 这39岁才能登基 都方面成熟了以后 别弄了个愣头青 上来不行 为什么 因为他是君主 对对 君主啊 那是叫做利益直接相关 对对 所以君主是呢 有明确的追责的 你不是你这个 你这个下面这些官僚 你们不做 上天害你 不做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 虐待民众的事情 不贪慕 我就不追责了 你没给我做到发展 对 有很多电视剧都在这方面有些琢磨 那也是历史事实 不是看你作为不作为 我是要看结果 看他是不是能给我 这个我的天下 带来国泰民安 并强马壮 至少有一个标准 对不对 对 君主 所以他有呢 君主制 因为利害相关 他有事后罪责的 罪责就是好 你是不是发展是不是好 民主呢 他也是有一个 这个最终利益者 就是大众嘛 对 和天下是我们 是我们的 他通过一套 复杂的程序 来实现这个所有 所谓直接投票 或者间接投票 或者比例投票 然后比较整个议员的这个代表制 代一支 代一支 然后的话 权力的制衡支 对对 等等吧 这个还会不断地演化 不断地发展 现在我认为民主 尚处于 如果把它 我们把民主社会的一个形态 如果说它是一个 也是一个历史现象 我现在还处在 最起码是少年 对 还没到成年 因为全世界的民主 还没真正定型 对 因为这么一个通过 复杂的结构 程序 来达到 大家都所有 这是一个 我认为是一个 漫长的探索的过程 跟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样 它还和呢 社会的 这个工具条件 或者技术进步 结合在一起 你没想到 到这个互联网社会 尤其到了 现在 区块链 区块链 这个区中心化账本 因为一切的信用 都是建立在账本上的 包括你看说 人工智能出现 这个会为 民主的完善 发展 提供了前所未有的 一些的条件 这个我认为可能 将会越来越明显 当然来讲 他也为军组织 提供了很多更好的统治手段 我能控制到每个人 我能够直接 及时的知道 所有事情的状态 当然来讲 中共把毛泽东找出来 一个人记得信 是不行的 对不对 千百万人 一万人 是你一个人的积极性 所没法解决的 对 一个社会的良心发展 一个社会的 很好的发展 一定是 无数人的积极性 而不是一个人有的积极性 定义一尊的积极性 爆棚也没用 因为国家太大 那么多积极性怎么搞 对呀 特别都给官司 这个我扯的了 民主 党主 简单的说一下 党主我看不到 党主 党主